爱丽丝宣布将再婚翻设自脸书 记者吴志伟台北报道 爱丽丝前年与日记老公荒木柳已离婚 恢复单身后她带着女儿离离定居法国 上月才刚自曝星恋情 今天就在脸书宣布已答应外国男友的求婚 其实她过去就曾透露 之所以被对方打动 就是一直对自己的女儿是如己初 努力当一个好爸爸 爱丽丝前不久在脸书透露 是在2017年春天认识男友 两人无话不谈也相互爱慕欣赏 更是互相打气的伙伴 后来两人虽然相隔两地 但却也让他们更加确认了彼此心意 直到夏天再聚才正式决定在一起 爱丽丝也曾提到 两人相处的过程中 男友把离离当成自己女儿一样看待 教她女儿盘情画画 接送上下学 天冷时带她添构冬衣 疲累时把她背在肩上 每天讲故事给她听 一直努力研究怎么当一个好爸爸 而这一切她都看在眼里 也渐渐打动她的心 爱丽丝表示 她的守候让女孩经常感动得红了眼眶 虽然没有过去爱情的轰轰烈烈 但这样平凡的浪漫 反而让爱丽丝更心安 也开始懂真正的爱应该有着什么模样 感性地说 爱就是在你需要扶持时 义无反顾地牵起你的手 陪你一起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